响唱剑客团 首类与宫类两组进一之间 他们的较量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容量 已经让我更加期待了 宫类组最后一个席位的产生 将通过录制 嘿好样的主题曲的方式 考察新生们的音乐素养 为了本轮考察 我还特意邀请来了一位 音乐奇才 修赛老师要大老师大老师 这是谁的声音 这么的清澈悦耳 1 2 3 加起来 好就这么一歌 我就觉得大老师本身就有一个魔力 他让大家干什么 大家就干什么 他就是有这个主持人的号召力在里面 你对主持方面有很多自己的见解 我看见你之后都热了 因为你们老夸我 等会儿 来 咱们都脱了吧 主持的时候或者做节目的时候 就特别自然 就特别自如 每个人特别松弛的时候 观众看的时候也松弛 因为大家都会相互影响嘛 对吧 你背着包是 不好意思 放松点 就我经常在某网站上 搜您的一些搞笑段子合集 然后您说的很多段子 真的就是您自己亲身经历的 还是从某地方借鉴过来的 你是在说我命中是个草船对不对 一直在借鉴 草船我喜欢 是吧 我本命是个草船是吧 然后呢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要靠激发 你纯说这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也没那么厉害对不对 就平时多积攒 然后用的时候能去用 然后你最终不管是由谁引发的你 但是是由你自己的说话方式 说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 我最开始 我不知道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才艺 可以让大家接受的时候 我去被邂逅于 就是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方式 咱们每个人心里要想一句话 我一点都不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跟我一块念 我一点都不重要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那个你看何老师 韩哥去采访别人 或者他们做游戏的时候 永远在边上 然后就是那种该出的时候出 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他觉得那个人表现得好 自己捧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 其实在综艺节目中看到大老师 是那种嘻嘻哈哈的 但是那天可能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上面 是很认真的 而且很有想法的 他就是两个字专业 所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反差 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我认为 其实我有被这种可爱到严肃的这种反差萌 给震惊到 抢话这件事 我也有一个小心得 就这么一句句 然后呢 就是你感觉一堆人的说话 如果你感觉你已经抢不着话了 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做反应其实是最重要的 哇哦 哇哦 大眼瓜嘴脸 大脸瓜嘴脸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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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看你 有根本别人看你人说话 你知道吗 不要 大老师都音乐方面也有很多的理解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的新主持们 录他们的主题曲 对来吧 那咱们可以录了 咱们四位男生可以进去了 我们现在要做全能行的主曲 你要把耳机戴好 不能这样戴 因为你现在要工作的时候 要忘我 不能是因为发型而不专业 对吧 来啊 夏圆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东西叫节奏吗 要听这个点 一二 因为你们现在 抢拍的特别厉害 你们几个人对他们 有什么要评价的吗 完全不想听下去 完全不想听 这么不尊重歌手也不对 第二次机会来 音准不好 拖拍了 我觉得欠上他场 黄龙琳 到你丢人的时候了 好 没问题 祝你丢人成功 梦里梦的梦 叫醒了瞳孔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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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有情是 第一句听了又好听 虽然低 但是他唱着有情 对对对 王苏林你非常棒 梦里梦的梦 叫醒了瞳孔 年少的我总是想要保持那份倔强 插上梦想翅膀在那天空自由翱翔 梦里梦的梦 愿你披着风 梦外梦的梦 愿你寻他宗 行这段怎么 你是刚才自个儿写的 嗯 舍异的直飞机希望还为无所畏惧 从不害怕未来会有多少恐惧 舍异的直飞机希望还为无所畏惧 我们先为了起一种创作精神而鼓掌 哎呀 人家能自个儿写歌 谢谢 谢谢 握紧双手的一个英雄 下一秒钟 他这嗓子特别适合唱这一句 唱的挺好的 好的谢谢老师 对张少涵嘛 他这嗓子 张少涵嘛 张少涵嘛 没问题好极了 掌声鼓励自己 耶好 你 你 金灵 干你了 这桌 撑你了 你要 你要是从心底里面要撑出来的那种感觉 完全的释放 当我知道我们要录主题歌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的胆怯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英诗 对音乐方面毫无天赋 你看波头密不避 欢迎 货感太简单了 唱歌唱的就是说 不是特别特别美好啊 本身是以前在商场卖场工作过还是 撑着唱唱唱唱唱唱唱嘛 我只唱撑着就行了 我只唱歌也是 你能不能把韵子都走 一会儿 跟路上初楼 应该怎么做 就好了 开玩笑 我只看 могу 你不开玩笑 我只看我 本身并没有很享受 就是向上看 开心 伸手 想玩干嘛 拥抱你的弱点 来 声音太长了 不用不用撑那么久 首先音高不准 你没有做任何动作 你一共两个字不要看歌词了 没有什么害羞的 没有什么不确定的 因为你现在就是要撑的 管金灵 我们的一直提醒他 你要向前看 他一共就两个字 我跟他说你看什么歌词 我一直在冲上冲上 他就觉得他心里要有一个东西支撑他 因为他的羞涩是打心里的友 他一直是往下看的 其实我当时被赶出来 是有一丝尴尬的 有强忍住泪水 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真的挺为管金灵担心的 金灵下午真的是尝试了很多次很多次 其实那两个字确实也是挺难唱的 因为很高 然后一直也没有唱好这两个字 年少的我总是想要保持那份倔强 好 掌声鼓励自己 好 其实我当时被分配到两个字的时候 就是觉得挺失落的 但是更多的是不甘心吧 谁唱第一句 你唱第一句吧 然后第二句他唱完 跌进虚空 心里却有个声音 穿着 别笑了 别笑了 求你们不要笑 我想认真地唱一次 对 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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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吧 努力 谁都不希望自己能力被否定 哪怕现在大家对我能力这种不认可 我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但是我会把这种压力化成我自己动力 撑着 撑着 那天下午录歌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小管很努力 我也看到他真的很用心很努力地唱歌 我当时很感动 还行 但是你称身太长了 我一定要向大老师去争取更多的机会 你向他去证明 其实我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小管 那个撑是后笔音 直发后笔音会容易一点 我感觉嘴里是打开的 撑着 撑着 又当这里是宿舍 宿舍 他在宿舍里尽情歌唱 非常地精彩 我穿着普通的鞋 很普通的走 在这普通的街 那你是不是站那个沙发上你能更开心啊 哎呦我天大老师不容易啊大老师 哎呦我天 没事没事没事 多长时间没看到了是做体力活了 你现在可以任何的动作啊 不要在乎啊 现在就是你没有顶上去 摸紧双手做一颗英雄 下一秒钟 心里却有个声音 心里却有个声音 个声音 个声音 穿着 穿着 好低的 老师不能勉强 我可以再来一遍 没勉强 没勉强 你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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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终于过关之后 我就是 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挺了不起的 就是我的这种了不起 可能别人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他们唱歌都很好听 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 一个音师突然有人认可说 哎你唱的还行可以过关了 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一种夸奖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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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你非常棒啊 他想梦想吃饭在了天空之后啊 李路尔还有一个叫雨薇 还有叫金灵是吧 这三个人啊 然后我觉得那个路尔好啊 路尔他整个人这个人都更加的完整 金灵呢就是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他具备可能性 因为他最关键的时候他知道了 他他他怎么能唤醒他 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站在后面的人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人一种力量给了他这个声音 其实我永远是会看后一排的人 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能干什么就去做什么 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需要 谁能抓住我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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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去弄 我是不是能抓住那个机会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点突然紧张 我们整体的商量了一下 想把明天挑战剑客团的最后一个机会给到的是 关键你 谢谢老师 我真的 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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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在管金灵的身上看到了他的任性和不放弃的这个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特别地感谢海涛哥和大张伟老师 他们把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给到我 然后就是特别感谢我的小伙伴雨薇和路尔杰 一直陪在我身边 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地温暖